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入坑是1993年 到現在 其實已經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了 那我們在1997年的時候 曾經是台灣第一個 也是到目前唯一的一個 經過官方鑑定的重大公共工程的集體職業病案例 那所以我們其實 只是剛剛就像國民主講的 我們在20年前的時候 來自偏鄉花蓮雨裡的這一群人 大概我們總共有9個人 並沒有達成和解 因為當時資方說 你骨頭還沒有發黑 我們是潛水不正 只是我們的症狀還不到發黑的地步 後來呢 這幾年 事實上 因為胃處變相 根本醫療也不急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每一個 都是有苦壞死的現象 那也這兩年多來 我們重啟談判 那我們也在台北市政府 經過長達一年多 很漫長的勞資爭議條件 但是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認為他們只是發包單位 所以這個賭償的責任 執災賠償的責任 應該可以給資方 可是當時台北捷運是國際競標 所以我們是由日商青木跟台商 台商新亞建設共同聯合承攬 所以共同聯合承攬的新亞建設就說 欸 這件事情其實主要是日商在負責 當時在廠商的工程 都是由日商來決定的 但是我必須提醒大家 新亞建設在兩年前 還是我們交通部 頒發的最優秀的建商之一 它得了首獎 而且它這幾年 包括新一快速道路 包括機場捷運 有很多市府的工程 都是新亞建設在承包的 所以事實上 台北市政府難道找不到真正的僱主來負責嗎 而是把它通過 推給那些已經離開台灣的青木建設嗎 那這逼使我們經過了一年多的漫長的調解之後 我們不得不 一面還在醫療當中 一面我們必須到這邊來地狀 正式的起訴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以及新亞建設 青木公司現場負責人28天 就是判斷到28天 那個28天對我們工人來講 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20年來都是專注 上醫院看醫師 難道會比他們判那個28天還要輕鬆嗎 台北市任務呢 他說他是承包的給別人的 他也推給青木公司 青木公司呢 他說他已經倒閉了 新亞呢 說他是 金木公司主辦的 部分他都是 我們就是在給他一支推子的 不對之下 今天我們大家又到處懷孕了 二十幾年前 其實在87年的時候 當時 這群工人們自救會 其實就和包商 還有所謂的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他們有達成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裡面講得很清楚就是說 如果這一群工人能夠經過鑑定 認為說他們已經符合潛水附陣的一個要件的時候 那麼就必須按照這個補償的協議來做一個補償的動作 當初有這樣的一個白紙黑字的協議 可惜的是說 現在他們好不容易 真的得到醫生的一個診斷證明了 但是我們還是看不見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或者是當初的聯合成男人 新亞建設公司 能夠秉持的企業的良心 能夠好好的來做一個補償的動作 在我們的勞動基準法裡面 第62檔明確的規定 轉包再轉包之後 原事業主還是要負共同的連帶責任 這不是一個可以推諉的一個理由 我們可以允許的是營業工作的轉包 但是工人的健康責任是不能夠轉包的 所以我們正在鄭重的呼籲說 如果今天連工部門都這樣往事法律的話 我不曉得我們國家的政府 我們的法律還有哪些可以信任的 我們國家真的非常的奇怪 如果有好的勞動法律 剛剛我講到勞基法第62條 負那個連帶責任的部分 這樣一個好的勞動法律不會被重視 但是壞的法律的部分的話 像變形工時 彈性工時 傷害勞工的工作條件的法律 一戰的被拿出來 或者我們只要有好的勞動法律 一例一休就要把它修掉 所以這個政府非常非常不值得工人來信任 所以我們先站出來抗爭就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工人是有力量的 如果今天有法律保障我們 那我們就要堅守這是最後一道防線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鄭重呼籲說 不要再藐視這些勞動法上保障的最基本的權利 原事業單位請站出來負起你法律上的一個責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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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